小迪在台湾发展后首次回到香港 出席点心店的周年青活动 大批香港粉丝挤满现场 让原本担心场面冷清的她松一口气 小迪爱吃也热爱足球 这次活动完全满足了她 通常的是她偶像 前意大利足球队国脚安布罗西里 小迪还叫她向粉丝们比心 24岁的闪迪琪在香港当过童星 之后在台湾发展 成为了AKB48台北队成员 现在是指棒中信兄弟啦啦队 热情姐妹的练习生 出道以来大受欢迎 更被誉为林湘及群群的接班人 香港人没有打棒球看棒球的习惯 但今年因为追捧应援啦啦队 也多了香港人注意台湾的职棒 之前香港的足球队就请来乐天旅还应援 结果球迷粉丝五句红色暴雨 全场爆满 球会还承诺会再邀请他们应援 以上是祝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